好馬上帶來關心卡努颱風的最新的狀況 那記者現在所在的地方是台北市的東區 那目前狀況可以看到風雨是已經減緩許多了 但是風速的話其實最大的這個陣風是有來到了六級市 這個陣風是非常的強大 不過稍早的話其實雨是可以看到是明顯的是比較大 而且地板全部都是濕的 不過因為今天也是有來放了這個颱風架的部分 其實民眾也是把握了機會 昨天晚間就來到了KTV來黑場 到今天早上那民眾也有最新的說法來一起來聽 是不是一聽到有放颱風架趕快來訂這個包廂 對對對運氣好啦運氣好我們剛好有先訂到 不然就訂不太到 因為其實昨天好像這個官網跟那個聽話都打不進去 而且是一位籃球的狀況 沒錯沒錯沒錯 我們連11點打電話也是這邊沒辦法都盲線 接不到 還好提前先訂 剛剛雨比較大一點點 雨有潑就是潑下來 對對對 那風的狀況 風是 風也蠻大的 還蠻大的 好可以提到民眾有提到說 因為其實昨天他們要訂包廂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位籃球 不過索性好險他們是比較早就來趕快來打電話 才能趕快把握這個颱風架的機會 來到KTV來度過這個颱風的部分 那因為其實他們有提到說從昨天到今天一整晚的這個部分 其實可以看到是昨天晚上的這個風雨是比較明顯的 但是到了今天早上目前是還沒有到明顯有這個颱風的感覺 那他們也提到說有可能是這個暴風雨前的這個寧景 那以上就是為您講悟的最新狀況 把鏡頭交給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